大家好 我是幸福農場場長林坤信 那當初我們這塊農場是老舊建村地勢屬於國防部的 那建村拆下來以後很多人都把垃圾往這邊堆 所以有時候甚至流浪漢都會來這裡 因此我們里長就構想把這塊地整理出來 那現在里長已經把它整理出來到現在已經成為幸福農場 換句話說從髒亂的地方變成快樂的原地是這樣 因為我是從鄉下長大的 那本來我對這個耕種就很有興趣 所以剛好碰到我們里長成立的幸福農場 我也是說搶先的來登記 那我們經過抽籤我很幸運的被抽種 所以我目前也有種了一塊地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顆是秋葵 那秋葵的花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早上開花以後呢 下午就會卸掉 卸掉以後後面它就會長出秋葵 像這邊這個秋葵 就是花已經卸掉長出來的秋葵 那平常我們在市場看的只有看到成品 那今天很難得你們來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秋葵花 那接著我跟大家介紹是這個香茅 香茅非常非常香 那我們平常農友們都拿來煮湯或煮香茅鍋 煮茶 那我們開會的時候我們就拿來煮茶 分享給我們的農友們這個聞起來 像這樣大概都可以聞到很香很香的味道 我們的檸檬香茅 這個可以 這個非常非常的香 因為我們這種菜 就是說蟲比較不會來吃 那結果呢 他們後來比較有經驗的時候才知道 哪些菜是屬於我們吃的 哪些菜是屬於我蟲喜歡吃的 那我們現在都一直回避 我們農友們先都回避一些蟲喜歡吃的菜 那現在的菜大部分 剛才我們有看過 都菜都很漂亮 而且蟲也都比較不會來吃 老闆喔 蘇翔 老闆喔 妳來阿水喔 來阿花喔 好 給她吃 好 給她吃好 給她吃好 不要記一下 沒有說很漂亮 那我們平常常常會有交換 比如說我種的你就哪會吃吃 他種的是哪給我吃 我們平常農友之間常常會交換 因為這裡面的品種很多 不可能說每一個品種都種得到 所以我們常常會吃到農友們各種不同的菜 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這塊地大家都很高興 家人當然非常的支持 除了我太太以外 我的孫子也非常支持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都很高興地來這裡挖土 來這裡耕種 是 所以變成我們這塊地 已經成為我們快樂的原地 是這樣 一開始 每天整身都是泥巴回家 我就是幫他洗衣服 洗衣服還比找那個小山還好 每天連那個鞋子都很髒 每天都這樣 中午我煮好飯了 等他回家吃飯 他到十二點多才回家快一點 他在這邊摸了好高興 他真的很興趣 連我孫子他也帶來了 兩個孫子都被他帶來這邊 兩個孫子也是一身泥巴回去 這樣他就很滿足了 我們全家都很高興 全家都很高興 我女兒也來過 我兒子也都來過 全家都很高興 很支持他 我們全家都累得很歡喜 忙得很高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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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